在音乐的殿堂中,有一场盛宴正在酝酿着热烈的气氛,那便是歌手2024。 这个消息已经传出,立刻激起了千层浪。 每个音符,每个旋律,都如同一段故事,而这次的阵容,便是这故事的讲述者。 奈因,这位华语乐坛的璀璨明星,她的嗓音如同天籁之音,她的音乐如同纯酒,让人沉醉。 当她宣布加盟歌手2024时,无疑为这个舞台注入了无尽的魅力。 她站在舞台上,每一次歌唱都是一次心灵的洗涤,每一次亮相都是对粉丝的福利大放送。 与此同时,十座格兰美奖歌主陶喆也闪亮登场。 尽管近年来,产量有所下降,但她的音乐魅力从未消退。 她的每首歌曲都如同一个故事,每个旋律都让人心动。 她的加盟,无疑为歌手2024增添了更多的看点。 然而,歌手2024并不满足于此。 他们希望带给观众更多的新鲜感,更多的惊喜。 于是,单依纯,西里纳伊,高,陈卓璇,张玉琦等新生代歌手们应运而生。 他们的音乐充满了力量与激情,他们的声音如同清泉一般纯净。 他们的加盟,为歌手2024注入了新的火力。 此外,还有两位欧美歌手的加盟,约翰传奇和约翰尼奥兰多。 约翰传奇的唱功早已是公认的,他的存在就是对歌手2024品质的保证。 而约翰尼奥兰多则是一位充满潜力的年轻歌手,他的加盟无疑会吸引更多欧美观众的目光。 尽管阵容引起了一些争议,但从长远来看,歌手2024是一次音乐的大巨手。 无论老将还是星星,他们都带着自己的故事和音乐来到这个舞台,用歌声打动人心。 歌手2024即将重磅回归,这不仅是一场音乐的盛宴,更是对内地音乐综艺的一次革命。 相信在这个舞台上,每一位歌手都能够尽情展现自己的才华,给观众带来无与伦比的视频享受。 让我们一同期待这个久违的音乐综艺星星再次创下佳绩。 重塑音乐荣光,从《我是歌手》到《歌手2024》。 《我是歌手》曾是内地音乐综艺的瑰宝,其品质与影响力独付天下。 然而,四年的空白期过后,歌手2024继续传承这一传统并且发扬光大。 它不仅是一个音乐的舞台,更是一个故事的讲台,一个情感的交流平台。 每一位参赛者都带着自己的故事和音乐来到这里,与观众分享他们的喜怒哀乐,人生百态。 这种情感的共鸣,让观众不仅仅是听众,更是这个舞台上的参与者、见证者。 歌手2024更是一场视听盛宴。 每一个细节,每一个设计都充满了创意和匠心独运。 从灯光到音效,从舞美到服装,都为观众营造了一个完美的音乐世界。 而参赛者的表现更是令人惊叹,他们用音乐诠释了生活的美好和世界的多彩。 同时,歌手2024也是内地音乐综艺的一次革命。 它不再满足于传统的比赛模式,而是尝试新的形式和创意。 它汇聚了华语乐坛的老将和星星,展现了一个多元化的音乐风貌。 这种创新和突破让歌手2024成为了一个备受瞩目的音乐品牌,引领着内地音乐综艺的发展潮流。 总的来说,歌手2024是一个集音乐、情感、创意一体的综艺节目。 它不仅为观众带来了无与伦比的视听享受,更让人们重新认识了音乐的魅力和力量。 在这个舞台上,每一个人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声音,感受到音乐的美好和感动。 歌手2024,一个值得期待的音乐传奇。 在内地,音乐综艺节目如雨后春笋般涌现,但一直未能再现《我是歌手》的辉煌。 然而,去年芒果秋季招商会上,歌手2024的突然现身,犹如一道曙光,照亮了观众对高水准音乐综艺的渴望。 近日,一份疑似芒果工作人员的网友,在社交媒体上揭开了歌手2024的神秘面纱。 天后纳音,超级女声玉可为,金曲奖得主魏如轩和爱玉良,以及可能的男歌手陈楚生或汪苏龙等,组成了一个星光翼翼的阵容。 此外,还有国外歌手和新生代音乐人的加入,使得这个阵容更加耀眼。 这个消息让人们激动不已,同时也引发了观众对节目组在选手和曲目选择上的更高期待。 人们期待在阵容强大的基础上,能够看到更多新鲜血液和创新的曲目策划,以避免同质化的问题。 红校团队曾全力邀请李宗盛、叶倩文、吴白等大咖助阵,遗憾未能如愿。 这也使得观众更加期待在歌手2024中看到更多意想不到的音乐才华,见证这场音乐盛宴的继续。 总的来说,歌手2024是音乐综艺的一次巅峰之争,也是对过往的回顾和对未来的期许。 观众们对这一季的歌手2024充满了无尽的期待,希望新一季的节目能够延续前作的辉煌,为观众带来更为精彩的音乐之夜。 同时,也期待在节目的推进过程中,能够发现更多意想不到的音乐才华,见证这场音乐盛宴的继续。 在这个新的篇章里,让我们共同期待歌手2024续写辉煌,赛创音乐传奇。 歌手2024音乐之星的璀璨碰撞,歌手2024的舞台,犹如星辰大海,每一颗星都散发着耀眼的光芒。 这不仅承载着无数音乐爱好者的热切期望,更汇聚了一众耀眼的音乐巨星。 星光璀璨,每一颗都让人期待。 赛音,他的嗓音如同天籁之音,情感深沉,力量无穷。 在歌手2024的舞台上,他将用歌声讲述无数动人的故事,让每一个音符都触动人们的心灵。 而陶哲,他的音乐才华横溢,声音独数一致。 他将在这个舞台上展现出更多元的音乐风格,每一次表演都将是心灵的洗礼。 当纳英与陶哲同台竞技,是火花碰撞,还是情感共鸣。 他们的每一次对决都将是音乐的巅峰之战,让人们热血沸腾。 除了纳英和陶哲,还有约翰传奇,杨千画,魏如轩,汪苏龙,单依纯和约翰尼奥兰多等一众实力派歌手加盟。 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音乐风格和舞台魅力。 在歌手2024的舞台上,他们将用自己的实力和魅力征服所有的观众,让人们感受到音乐的无限可能。 这一季的歌手2024,无疑是一场音乐的狂欢,一场音乐的盛宴。 作为观众,我们急切地等待着这一季的歌手2024。 我们期待着纳英、陶哲的精彩表现,也期待着其他选手的经验登场。 我们希望他们能用音乐点燃我们的激情,让我们在这个舞台上共同见证音乐的传奇。